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都知道 我最近就在想這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這個哲學的名稱 應該叫愛智慧 那個philia就是有愛 Sophia是智慧之神 就是愛智慧這個含義 我們現在的話 市面上喜歡談人工智慧 大家對於智慧的理解 感覺上有一點迷惘 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一方面是覺得我們通常遇到事情都要理解 然後這個理解的層次不多 所以我在此之前講到這個 奧古斯丁的反懷疑論的時候 就是一直不斷地透過我們對經驗的理解 透過我們對數學的理解 然後再次地提升我們對於整體事物的理解 我在這邊的話就要告訴大家說 首先在哲學的工作的定義上 我最近跑了幾趟 到各地開會寫了文章 所以我在上這個課的時候 所謂教學相找 我自己教自己學 我突然了解 在哲學中所談的智慧 大致上是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我今天早上起了個大早 把這個課程內容做了修正 做了準備 這個做了一些初步理解 那我首先要告訴大家說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的經驗告訴我 我的經驗告訴我 讓我理解 說今天上課 這個期中考過一段時間 離期末考都不算太遠的時候 那第一堂課 我的理解是同學有很多人 因為天氣不好 因為天氣涼 來做這樣 所以我理解 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搞的 同學原來熱情遞減 那這個也是我理解 就是說這個熱情遞減 一開始 你不行看 等下慢慢 陸陸的同學會來 等到我們下課的時候 大概也就做得差不多了 這是我理解 經驗上告訴我 這裡面的規則 我理解這個規則 雖然它不是絕對 但是大家知道理解 我不但我理解 你們也理解 然後另外呢 另外我就是要說 我們本身這個理解能力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理解能力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數學計算的理解 我在此之前講了很多遍 同學們這個 在數學計算的理解 就不能夠叫單純有understanding 就可能要有一種推理能力 叫inference 上禮拜之前 我就不斷地跟同學們在聊這個問題 同學已經仿佛已經確認 這個對經驗的理解能力 跟對於數學的推理能力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能力 為什麼呢? 因為數學推理不需要經驗 但是數學的推理能力 確實一個是innate innate就是與生俱有的 就是你能夠擁有的這個能力 而這個能力讓你在不知不覺中 渾然不覺的情況中 被稱為現代世俗的教育中的加許的標準 這個同學們當然心裡都非常理解了 就是你考試的時候 大致上基本上都是在比數學能力 物理、化學都是在比代數的能力 所以說一般來講 你考試沒有辦法回復到歷史、地理或是國文、英文 再來一篇科舉作篇文章 所以的話你要當場有問有答的話 那這個數學的這個推理能力 就變成了一個勝負優劣的一個標準 但是你具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有這個推理能力的時候 你可以推這個道理 但是這個從經驗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稱之為第二種 那我不說他給你帶來的什麼東西 我單純就理解事物層面來講 那麼這樣子的話你感覺不稀奇 每個人大概 就我在台大教書我很幸運 我們的同學大概都已經有相當完備的這種能力 我算了一下大概500個 全台灣500人之中才有一個人有機會在 就是我們學校大概有全國2300萬人 我們有大概就是 目前為止 currently跟台大相關人大概就10萬人 所以就是應該說是六七百人 七八百人裡面才有一個人 但是畢業的校友算進去的話 大概整個講起來就是 應該說是一兩百人當中就有才有一個 就12%的這種機會 所以說這個大家能力就都很好 可是還有一種能力按照這個情況來推 這個有一種大家不會因此而滿足 會有一種什麼呢? 有另外一種就是發揚智慧的能力 就我在這邊寫的 在科學知識對象智慧的本身 這個智慧能力告訴我們什麼呢? 智慧的能力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跟我們的課程就息息相關了 就是說我在課程當中很多人就會問 老師 我們上了懷疑論 上了大半學期了 我們對於這個真理應該抱持的是什麼樣的態度? 你說要維持樂觀好 沒問題 但是又不可得 我們怎麼可以對一個不可得的事物 維持一個樂觀的態度? 那麼這個同學們問這種問題的 有這種感觸我非常認同 我自己都有這個問題 我這個問題是你對於這個理解的層次當中得到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要理解為什麼要孝順父母? 理解孝順父母 人家說這個要理解孝順不容易 傳統價值有人說這根本鬼扯 每一個人是獨立的個體 也有很多人講的 就是Social Automism 也有人認為說是養兒防老 我根本都不要生小孩了 怎麼防老 自由選擇 就很多種情況 可是有一些哲學理念的理解 它運用的已經不再是立即而且快速的理解 就像我們上這個課一樣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要讓大家體會出一種第三種理解的層次 就是我們所謂的智慧的運用 智慧的運用當中它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第一個它不會是instant 它不會是立即的 第二個重點就是它理解的過程是極有可能不穩定的 掌握到它又失去它 有規範性 一下又沒有辦法約制 沒有辦法約制我們的行為 然後第三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的確確 在整個智慧的運用過程中 裡面是常有真理的 所以真理是在這個層次中才有的 這是奧古斯丁的答案 也是我們一般公認的答案 所以我把哲學Philia Sophia定義成為求真 我寫個書就是求真 求真就是我們追求智慧的過程 就是為了求真 所以我寫這個書的時候這個含義 也就在這裡 就是求真 求真就是為了要追求智慧 為什麼 因為只有智慧中 才會有讓我們滿足的真理 而且這個滿足本身是過程很慢 而且它有可能跟別人體會的東西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在於說 我們對於事物的看法 經驗上的理解 數學上的推理 得出來的那種真的感覺 只能夠幫助我們體驗在智慧中的探求 講孝順是一個例子 比方說 我們在12月初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跟我們系徒在階級教室上課 這個同學還那個同學 很多同學都來了 我突然注意到有很多同學他們 我兩堂課他們都有來修 兩門課都有來修 那我們請開這個東西哲學會通的會議 那我收穫很大 那請來的一個大陸學者 他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人性中有經過功夫實踐 成為一個比較善良的人的傾向 追求完美的傾向 這個完美涵蓋是很廣義的 就是說人知道好歹趨利避惡 趨利避害 那麼這種向善的 是每個人都感覺上很致命的 西方哲學一樣 東方哲學一樣 他說但是這個向善 朝向好的部分 要怎麼樣在你身體上發揮實質的效果呢? 他認為 那麼他認為 我們也認為 所有人都認為 這是一生的實踐功夫 就是你了解這件事情 然後你怎麼樣要自我提升 這個是哲學家應該做的事情 這個自我提升裡面包含的意思 現在跟你們講這個的話 主要是給你們種下一棵 行上學的一個根苗 就是說人的成就自己 不會是因為工作 但是沒有工作萬萬不可以 也不是為了錢 但是沒有錢萬萬不可以 之後一步一步的發展當中 最後體會出來生命是有一個終極價值的 那麼這種終極價值大致上就展現在你的倫理道德行為上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像我們會發覺說對年輕人來講 奧古斯尼也不例外 年輕的時候什麼都幹過 18歲就生過私生子 超爽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有這個機會 18歲私生子的話 16歲大概就有人生經驗了 對不對 搞一年以後出了社了以後 然後就是養下來 這個有名的例子 寫了一個懺悔錄當中 把自己所有的壞事全部交代了一遍 我也願意寫一本懺悔錄 可怕沒什麼內容可以寫 因為生命都在生學的競爭當中 內容不多了 有大概一章就寫完了 不像他寫了一大本 那盧梭的懺悔錄寫得更精彩 為什麼要寫這種懺悔錄呢? 自己對自己對話 提升自己的生命 一直對於這個智慧的追求 意義上 感觸上很不一樣 那為什麼我花了這麼長時間跟大家做這個介紹呢? 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 所謂的知識的三種層面 第一種 第二種是你們都已經具備的 你們很幸運都已經具備了 但是第三種就很特別了 是人人都有機會 可是有極少的人有這個機會來開發它 就這樣子 人人都有能力 都有機會去買彩券 但是有極少的人會去買了彩券 然後來固定的用一種方法 後來還中了彩券 這個就很難 可遇不可求 但是奧古斯丁提供的方法是 講出來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它告訴我們可遇不可求之外 有唯一達到智慧的方法 大概就是要透過 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靠這個智慧的開發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因為沒有人坐在那邊說什麼面壁靜坐七、八年 然後整個形象像達摩一樣都已經透到岩石了 這是講武俠小說 你面壁面了七、八天以後大概就掛掉了 是吧 沒有這個機會能夠真正的了解到 這個產生的這個智慧的效果 所以奧古斯丁講說也因為這個緣故 在我們心靈的位置 它直接就叫靈魂了 大家想想看 確實是有一種自我 為什麼要跟自我對話呢? 因為發覺不對的人 跟會做這件事情的人都是同一個人 都是同一個人 比如說我做一個壞事 我寫日記 聽說蔣總統 蔣介石總統的日記 天天都是後悔做那個 然後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來又繼續做 然後再後悔 那就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是雙重人格? 還是頭腦不清? 後來發覺每個人都這樣子 否則天底下就沒有後悔這件事了 因為有後悔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知道 那麼 所以說我的哪一個部分 會認為我平常生活中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但是還是想去做 就是我的靈魂的部分會告訴我 但是我靈魂部分在思想當中是有的 我的靈魂跟身體 比如說蔣總統日記 有這個據說 其實也很有名 網路上Google到 身體經不起誘惑 靈魂不斷地譴責經不起誘惑的身體 晚上譴責 白天照幹 雙關語 所以就產生了這種思維上的 都在思想當中 所以奧古斯基認為 這個部分是我們達到知識的最高層級的要求 每個人都有 我都不例外 女同學稍微好一點 也好不到哪去 大致上是這個理論 所以說能夠掌握到 因此我們用到什麼神光 用到什麼靈魂 故意的 為什麼呢? 我不是在講基督教教義 我在講基督教哲學 為什麼呢? 因為讓大家發覺 要達到智慧的開發 光靠我自己力量不夠 光靠靈魂也不夠 靈魂還可能變成鬼 要什麼呢? 要靠本身是基於善的目的而被創造出來的靈魂 進一步發展 所以這個是你不管信不信基督教 你都會出現這個 這種要趨利避害的這種靈魂 不管你信不信教 所以奧古斯坦真正面對的問題 他要解釋的是 為什麼有人信基督教有人不信基督教 而同時他們都具有被神光照到的靈魂進一步開發的可能 這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說 就大家講說 那你講那套的話講給基督徒聽 那我們不是基督徒 我們就沒有智慧了嗎? 他說不 當然有智慧 而且我們問問題 那你講的也不是針對基督徒寫的 不 不是針對基督徒寫的 我是針對上帝的創造寫的 這個是哲學上的理解 那奧古斯坦非常巧妙地把這件事情 就是有基督徒跟有非基督徒 把它轉換成什麼? 這是才有辦法使得人經過對福音的了解 改宗信教 他自己就是從模擬教改信基督教的一個例子 的這種理解 就是說本身來講 寫的哲學寫的內容 跟這個基督教的教義有這種異曲同工之妙 這是他高竿的地方 這是高竿的地方 這是高手 所以我們做這個反懷議論的時候 奧古斯丁絕對是哲學界的高峰 那因為他是個人的創作力量太強 他認為在思想中的靈魂的寫作能力 超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寫作能力 所以他那種自我對話的 上帝之誠 燦偉錄 我都買了 放在那個書架上 每次一打開 比看康德還痛苦 好厚 在大致上找到重點 來了解一下 所以告訴大家 這個重點就是說 他有各方面的準備 就是要了解這個 我們知識上如何到達智慧的這個層級 所以同學們可以知道 那如果有這個理解當中 有這個理解 同學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 知識的理解有三種步驟 求真的步驟 第一個 經驗中的理解 這個你們都有 是人就有 第二個 對於數學推理的理解 台大學生基本上都有 我都有 你也有 然後第三個 對於開發智慧理解的潛力 潛力 potential 誰都有 但會不會去開發 那就不一定了 絕大多數人不會 絕大多數人不會 所以這個是大家突然注意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年輕人不太相信哲學有用 那老年人不太相信哲學沒有用 是什麼地方發生轉變了呢? 人生的經歷 人生的經歷出現轉變 好 那麼在 心靈能夠管理我們存在以及我們行為的模式 無論這個模式是在我們本身還是外在事物 心靈可以管控我們 所以奧古斯丁經常以形式 理念 理性 甚至規則 來稱呼這些對象 有的時候更詳細地稱他們為數字 價值以及意味判斷 或是整體稱他們為真理 就是為什麼最後加上整體稱他們為真理呢? 那麼這個關鍵點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稱之為一樣事物為真 我們在經驗中的體會很真的感覺 就是說如果有一天我一進教室9點5分 然後做得滿滿的 那我不是做夢 就是這些人走錯教室 要不然就我另外發生了什麼事情 都是新聞記者 就是出現 就不只一台攝影機了 就七、八台了 否則的話 就正常的應該這樣稀稀落落的 就正常的 這是我的理解 所以如果說有不一樣的經驗內容 我們好像就理解 它一定代表 Something happening taking place 就這種情況 那麼這個重點 這個跟真有什麼關係呢? 這讓我體會到真的經驗 什麼是假 什麼是真 有真假的區分的可能性 就像你在做數學推理的時候 你做數學推理的時候 大家知道那個真的經驗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比如說你看下面下列ABCD 或是甲乙丙丁 或是1234選擇一個答案 數學方程生你解完以後 當你覺得你對的時候是不是非常certain 當你覺得你對的時候覺得非常確定 當你考社會考歷史 你覺得你對的時候爭議的空間很大 爭議空間非常大 我舉個例子 我一生難忘 我考大學的時候差了三分 就是北方觀化有沒有入生制這一題 我永遠難以忘懷 因為我爸爸自己教這個的 他就跟我講有 結果後來標準答案是沒有 所以我就扣了三分 其實三分講起來也還好 社會系變政治系了 差別人這兩個都無用 都無所謂了 但是我就永遠記得了 我永遠記得這件事 北方化有沒有入生制 後來就是前天我在北京大學開一個漢語哲學會議 就有一篇文章專門講這問題 就是說整個漢語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最遺憾的就是北方化裡面的入生制全部取消了 還舉了幾個例子 以前平常我們用這個國語的時候 只知道爸爸媽媽那個後面第二個媽 那個是入生制以外沒有了 那我講這個話就是說 這個入生制有沒有這個取消的問題 變成有爭議了 你們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 但是因為高中學到的是一個很精深的問題 那高中生給的是標準答案 所以我當時就考大學就沒這一題 到了大學的話 這個就變成做研究的題材 所以這個數學裡面的答案是沒有爭議的 從來沒有說什麼A加B乏號平方等於什麼 除了A平方加2AB加B平方以外 還有第二種答案的不可能 數學永遠不會有這種答案 我的孫子的孫子座列這一題 但是我的孫子的孫子搞不好 北方化就突然出現入生制 就變成標準答案了 搞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同音的字太多了 而且我們的字太簡化了 我們在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他們冒出來說CEO、DNA、GDP是不是漢語 馬克思是不是漢語 這個大家突然發覺說 這個有很多種內容發覺什麼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原來一個字、一個意、一個音的時代過去 然後現在用字 字已經變成了拼音的基礎 才會出現這種問題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這是兩種不同的知識 大家不一定有興趣 但是你可以 你都具有這個能力 可是當你講到數學那個非常certain的時候的感覺 你仔細想想看 當你在考試的時候 遇到那個絕對是這個答案 不是我敢把頭切給你 當你講出這個豪言壯語的時候 經常考數學就會出現這種話 對不對 那個時候這一句話的含義在哪裡 就是你有真實的感覺 如果不是的話 不是老師有問題 就是題目出錯了 否則就是這個答案 就會出現這種感覺 這種真的感覺很好 可是我們憑這種感覺透過智慧來找尋 什麼是真實的感覺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我們可以簡單稱它們為真理 它們代表的含義就在這裡 那麼這些都是從超越 從超越的以及神聖的真理中所衍生出來的存在 我剛剛講的這一些 因為真的感覺是你想到真實的概念 真的感覺就是超越人個人的認知 經驗中的真理很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經驗的感覺是對的還錯的 即使我現在這麼確定的知道 上課的情形這種經驗所累積出來的規則 我也不能夠講它永遠是這樣子 我也不能講 比如說有一天助教講 我下課我人不在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我告訴大家 下禮拜的話 在老師來之前的話 我要先把期末考題目寫給大家 不要跟老師講 大家一穿四十三百 這個PTT一講 全部做滿了 那有可能出現這種變數 大家也了解 但是經驗中的確定性需要的是什麼呢? 需要你超越個人的認知 這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你不可能自己一個人去確定絕對真理 那數學更是超越了 你就會發覺說在我存在之前 就會有一整套的推理系統 這個推理系統跟我個人存在 一點關係都沒有超越我的 所以說這種超越的神聖的 你記得神聖就好 真理中所衍生出來的 這些對象都不是靈魂天生的部分 而是從感官知覺透過抽象能力所形成的 就是說我們 我講了個半天 就是我們感官知覺給我們的經驗 經驗中同樣的真理的概念 拿來面對數學的推理 然後拿來對於人生智慧的應用 這個都是衍生出來的 所以換言之從頭到尾 從尾到頭都是一樣道理 從頭就是我們都是被創造出來的 We are given to the world 這是從頭 那偽造什麼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體察外在世界的能力 這種體察外在世界的能力回過頭來 運用了我們這個最原始的靈魂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讓我們能夠了解真的感覺 這是我們一種感官知覺加上抽象能力 這種抽象能力 無論是歸納的 演繹的 歸納就是講經驗 演繹的講數學推理 那麼這個都是我們一種抽象能力 然後所形成的部分 那這些對象被射入靈魂之中 就是被受造物所能夠分享 被神光照亮 好讓心靈有感知的能力 那這句話就是我們要強調的重點 這是要解釋 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神光 什麼是這個光 什麼是light 這個是一個非常metaphorical的一個概念 什麼叫metaphorical? 就是它是一個隱喻的 它是一個比喻 而且它是一個讓你進一步去思考 我小的時候看到漫畫 突然有很多畫到說心生遺跡 心中有所理解 或者inspiration 就是叫 inspiration叫 就是好像有什麼領悟或者說靈感 突然有靈感的時候 那個畫漫畫用怎麼表達呢? 你們現在還有沒有看過這種漫畫? 頭上突然出現一個燈 現在還有吧? 為什麼出現燈呢? 而不是說啪一片漆黑 對不對?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是為什麼出現燈呢? 我和外國好像也是這樣子 突然腦袋出了一個燈泡亮了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光的概念 就很多事情的話 比如說大家進一個屋子黑蒙蒙的 有很多感覺很可怕 不要什麼東西 突然一找到開關 整個是通亮以後 大家開始開Party 就不害怕了 就是突然領悟了 了解了 知道事物的過程了 背景了 所以這個光 那什麼是光? 這個光不是神秘點 不是超自然 因為所有人都擁有這個光 每個人至少都粗略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就我講這個漫畫 每個人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這個光的含義非常重要 在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是18世紀 我們叫啟蒙的時代 啟蒙這個字的話 德文叫Aufklakung Aufklakung就是照亮了 但是這個英文最明顯叫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就是被光照的一個結果 法文就直接是Lelumiere 就是光 為什麼有這樣子的一個光的含義呢? 就是發覺說在啟蒙之前的道路是黑的 光來了以後讓它變亮的 這個含義就很深刻 換而言之就是每一個人在被動的 但是燈一亮你就知道這個叫是什麼 含有什麼東西 所以說每一個人都有的同時 每一個人擁有神光 並不是說能夠有意識地賦予個人 或從個人心理加餘去除 就是說不是增加也不是減少 因為神光的存在是理性分析的結果 就是說表面上你有的理解能力就是經驗上的歸納能力 以及數學的演繹推理能力就這兩種 但你會想到說有沒有這種光 讓每個人都有類似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反過來理性分析的結果 為什麼要理性分析這個結果呢? 不曉得同學們還記不記得 我一直強調 我們對於所有視之為真的事物 而不是那麼確定會覺得很遺憾 那因為面對這個遺憾 所以我們在思考 在討論 在對話 在論證的過程當中 這些都是理性分析 我們就會發覺說真正的答案是每一個人都有理解真理的能力 只是你有沒有機會去開發它而已 而這個能力不會是附加的 不會是附加的 不是說 我講個重點 這個能力不是說老師上課講得好 口才好 讓人家感覺到這個智慧就是 好像就是感覺上像傳道大會一樣 突然神的光就照到每個人身上 不是附加的 我沒有那麼大能力 我沒有那麼大能力 我自己還懷疑我什麼時候被光照到了 也撿不掉的 也不是說跟大家講說你們這個同學 比如說你讀管院的 你管院的話基本上是學管理就好了 把管理管得好了 你要不要智慧沒有用 關鍵是管理是有技巧的 你把這個技巧工具性理性學好以後你就懂得管理了 完全不需要智慧 甚至於這一輩子不要碰到智慧 也不可能 為什麼? 你越這樣講的話他越開始懷疑 大家都知道管理人不可能是一個方程式 為什麼? 方程式解釋的範圍是針對形式上的知識可以解釋 但是人有天生反骨 他那個要順從的時候 他需要你了解他內心的需求 反正人就是很奇特 人本性不善不惡 人性本性真的還滿賤的 我告訴你 就是不好搞 所以他不會是一個外在的規則 以這種情況來講 你說取消他這個理性分析能力也不可能 然後你增加的話也不可能 就只有讓什麼樣的 像我們上課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我們上課的主要目的是讓大家發覺 除了你的歸納跟演繹的能力之外 還有第三種能力 這第三種能力的話很重要 你現在裡面都不到25、26歲以下的小孩 會說你不需要知道他是什麼 你只需要人有三種能力 前兩種你都有了 第三種可望而不可得 你只要知道這個就好了 那你會問 你會問老實說 那到底你講了半天這第三種能力 到底是什麼能力? 你說智慧到底什麼智慧? 人工智慧 你說不是智慧 那人工智慧是什麼呢? 那就要慢慢理解了 這個就是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的話 每個人都自己有光 自己有光 有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 我在上課 我跟大家講一句直接的話 告訴你一個答案 我上課喜歡問學生 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沒有一個人講得出來的 沒有 我現在告訴你一個標準答案 我想了 我想到目前為止 大家記得我說過這句話 因為有錄影 我認為受教育的目的是追求那第三種 真理的理解 發揚智慧 所以我認為受教育的過程 就是一個哲學化的過程 受教育的成果就是期待智慧的發現 渴望而不可得的東西最寶貴 數學推理一下的答案 數學好的人考100分 沒感覺 因為我都對怎麼可能不是100分 那個經驗推理能力強的人 或者說是經驗歸納能力強的人 做研究的人 研究歷史的人 寫完以後總是覺得自己文章寫得好極了 巨細米一 歷史系的文章 隨便一個小題目寫五六萬字 嚇死人 我們直接好文章不過五六千字 他們這些巨細米一 任何事情原來考證守著 最後把腳趾頭都寫得一清二楚 就出現這種結果 他認為自己最後是詳盡 但是這種有標準答案的能力不是人要的 人要的是那種渴望而不可及的能力 所以我們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學習追求這個 如果沒有這種能力 所有的大學都是科技大學 太大也不例外 所以說我們就是強調這個部分 所以人人都有理性所為的一個答案 好 那麼同學們都可以知道 好 從某種角度而言 我們可以說神光本身就是真理 因為它展現了這個實在的知識面向 也能夠讓永恆的真理發光 就是知識面向就是經驗加數學 這是知識面向 永恆的真理就是智慧 在我們的心靈中發亮 成為知識的第一原則 與倫理學跟美學最根本的價值 知識講的是真 倫理學講的是善 美學講的是美 所以說這就厲害了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過 我最近到大陸去講一個 在座應該沒有 我講也無所謂 有也無所謂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場合 就是我去參加這個 我平常在大陸跑的場合很不一樣 偶爾遇到那個財經的場合 我第一次遇到我周遭的觀眾比台上的模特兒漂亮的 聽仔細了 觀眾 就我旁邊我們都是觀眾 然後叫到我名字我上去演講鼓掌什麼 我左顧右盼 照理說正常來講 對不對 你也是男孩跟我一樣 當然是往前看 美景美色盡收眼簾之下 突然 生長激素受到極大的刺激 腦袋變聰明了 想要在人家面前表現 我往前直看沒有這種激素的發聲 左顧右盼 只能用野獸的呼喊表達我的心意 這是因為最原始的本能出現 可是我後來一想 怎麼可能呢 後來發覺都很難過 都加工了 再仔細看加工了 然後我就注意到 學問來了 我剛剛一進來都瞄了一眼 這在座都是純自然的 沒錢還加什麼工 對不對 天生立直 男志氣 郵報 琵琶 半遮面 年輕就是福 所以這個 然後我這個人能扯 我是最會聊天引起話題的人 非常能扯 我沒有去做大型的interview節目的主持人 都可惜了 所以我每次一找話題 跟那些一扯 加工美女 只要我一盯著她看 馬上就覺得好像魂不守舍 好像我發現什麼天大的秘密一樣 屢視不爽 為什麼呢 我確實也發覺這個美的感覺 美的感覺很像是求善的感覺一樣 表面上善的人 你相信他是善人的同時 你會馬上自然產生個懷疑 你會懷疑說天底下哪有這麼善良的人 比如說陳方標高調行善 對不對 大家一方面收錢的同時覺得說高調行善是善嗎 對不對 它有沒有附帶的條件 如果是附帶的條件 有預設的立場 我們學過康德的都知道 有預設立場的善就不叫善 為什麼不叫善 因為它這個預設立場讓我不自由 我不自由得到的好處叫好處嗎 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 就懷疑 真理也一樣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講說 這就是真理 而且是絕對是真理 就在我腳底下 你張開眼睛就看到了 這是宗教 這是宗教 你一個神父像我 我不能當神父 但我可以當牧師 對不對 我就很適合 我真的很適合 我家裡還出了不少牧師 我家裡出了最多是牧師跟說相聲的 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為後來陸陸續續開放發覺 大家每一個人運氣不一樣 但是走的方向很一樣 都是用嘴巴 後來慢慢就了解了 那只有我是 我還有我弟弟 我們都教書了 那麼你發覺有個人講真理 他說這個是絕對真理 他講得越真理 懷疑越強 對不對 最近的話什麼廟字背的禪師 被大家普遍懷疑 說台大有哪一個人相信廟 穿了那個什麼 你看台大學生沒有一個人穿的什麼廟天制服 紫色的 物質之亂珠 然後穿什麼太極門 就沒看過這種 街上善男性女一大堆 台大也沒有 為什麼 那種智慧的否定 就你讀了台大以後 還相信這個東西的話 就你要破壞學校校育 那當然就穿了這個夾克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覺醒青年的話 要破壞 說台大沒有智慧 所以我們一起穿廟天禪師 給他一起磕頭拍張照片 從電機系到物理系到機械系 什麼都來一遍 那完了 學校馬上就垮了 對不對 因為有人跟你講真理在此 你還相信 那就完了 沒有懷疑精神 尤其是我們懷疑論課的同學 修到現在 馬上把分數追回來 開所有的會議 把你當成零分 看完一點懷疑精神都沒有 善也一樣 那美更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真善美是同一個概念呢 因為他們都是以真理為主 以真理為主 所以你看那個加工美女不能笑的 不能笑 因為我們一笑的話 笑得像花一樣在那邊抖 那種感覺加工美女的話只有樹在抖 一下子葉子就掉下來了 對不對 感覺上不一樣 我這個島並不是說在破壞人家生意 我再強調這種美的概念 它一定是一個真的感覺 所以有人非常美 美到 我現在看到好多明星 原來醜小鴨現在突然間變成天鵝了 奇怪 怎麼再生一次還是怎麼回事 我想懂了 見多了 對 所以你看我們講的用紅字講 神光是導致真善美成為可能的知識條件 它本身不是真善美 你會去想 這個最後第二句話本身不是真善美這句話很重要 同學們可以了解 同學們你聽到我講 這個課講得超棒的 為什麼 因為它把你生活世界都拉進來了 真善美 你是不是這種感覺 你是不是這種感覺 所以大家講說 我當台大學生如果表現得更 我各道大家 你破壞校育的最好方法 並不是在學校打破玻璃 你破壞校育最好方法是證明台大學生沒有智慧 那你就破壞校育了 對不對 這種事情應該是台灣科技大學做的事情 變成台灣大學做的事情 那就厲害了 對不對 聽起來很好笑 聽起來很好笑 但是真的了解到裡面的道理 那就是哲學了 就不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班上有台灣科技大學學生 我們班有 是有的 那講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 人家科技大學為什麼不覺得有什麼 我本來就是科技型的大學 我們要什麼智慧呢 對不對 你學科技大學智慧管什麼用 像你不能想像說台灣科技大學成立哲學系 那麼要出來幹嘛 科技哲學系都不行 我們只是科技 對不對 但台灣大學不一樣 台灣大學一開始就有哲學系 為什麼 我們要懷疑科技 科技怎麼懷疑呢 那就靠智慧 人家說那是你們說一說而已 這我們要證明 在課堂中要證明 這裡有個差別 這個當中 沒有說講對誰好 對誰不好 因為我自己也在這裡頭追求這個真理的過程 我只是比較勇敢一點把我心裡的話說出來 很多人不敢說出來 所以在奧古斯坦的觀點中 人類的心靈需要神光才能夠掌握到超越心靈的真理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個人沒有辦法了解 不能夠承受真的本質 人一個人怎麼可以呢 要靠什麼呢 要靠超越自我的力量 所以講了很多 單憑心靈自己是沒辦法做到 換而言之所謂的神光理論 並不只心靈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 而理解心靈運作中所必須要做的假設 所以神光是一個假設 就是我發覺學然後知不足 學然後知不足要幹嘛 沒講下一句 跳樓啊 自殺啊 不可能 那怎麼樣呢 要旁徵博引 要多個人接觸 要繼續追求理想 不斷地學習 傳不惜呼 要不斷地自我加強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學習的過程 這是必須要做的假設 那說 這個我從小就聽說 學海無涯 唯情是岸 對不對 我當時就有一個邏輯的問題 學海既然無涯 唯情是岸 岸在哪一邊 方向在哪裡呢 越游越游 游到太平洋去了 完了 游到死之後還在學 人家講說學無止境 還學如溺水行舟 那繼續往溺的方向走 那是不是很危險呢? 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知道我的人沒學過哲學 只學過文學 就我爸 他就認為這種問題根本不應該問 你只要好好學 你自然就懂了 那當時一聽就覺得說 你又不是上帝 為什麼自然就會懂 讀了奧古斯丁的Divine Light 懂了 所有的困難都是為了要考驗你 所有的方向都是方向 所有的方向都不是方向 關鍵是你要不要相信 學是有用的 變成這個觀念 這真的 這不是開玩笑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做的假設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有什麼用呢? 如果不做神光的預設 心裡無從解釋運作的結果 也就是說 它本身不會產生永恆命 產生的不變性 必然性跟永恆性 就是說 神光本身運作是要產生真理 這個不變性 必然性跟永恆性 講的是真理的特性 真理的特性 真理的特性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真理的特性告訴我們說 這個就是符合真 但是又不會是像數學的演藝推理 或是經驗的歸納理性那麼明確 知道什麼東西 當下知道什麼 但是你會發覺有一些事物 它是不變的 必然的跟永恆的 是真理命題中所包含的 然後有的時候你對一件事情的體悟 視之為真 比如說我現在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最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 當年我小時候 我上個跟大家講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得了強抑症 人家說這個是衰老的象徵 就以前的事情記得一清二楚 我小時候我老師對我講的話什麼我都記得很多 打過我 罰過我 幹什麼我都記得很清楚 所以老師都坐骨多年了 在夢中長相會 所以這不是看完 我就在想 我在想的時候 我在回想 哪一些人對我是真好 哪一些人對我其實是真壞 這個真好 為什麼要加上真這個字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問題是真 你們將來像你們這個座 如果是優等生出生 如果你是什麼建中北韻的人 你要特別注意我講這個問題 因為優等生容易被騙 你知道嗎? 大家都說你好 然後像你這個樣子怎麼可能好呢? 就不可以理解 大家都說我好 可是我經歷的時候都說我好 你到了我這個年齡 你突然用你的神光想一想 誰對你真好 誰對你真壞 我現在想起來一個答案 我講完這個答案你們就知道 就知道我覺得這個人對我真好 其他人的話 其他人對我不是真壞 但沒有人對我好 因為我很難被人家欣賞 有個對我是真好 但是表面上起來真壞 就是我在留學的時候我的指導教授 哇塞 他不但不讓我畢業 他把我整篇論文 教的論文全部批的一文不值 叫我重寫 這個打擊太大 所以很少人 大家都拿著博士回來 很少像我這樣寫過兩次論文 得到同一個學位的 但是他對我太好了 他那個拉下臉來要求 讓我知道什麼叫做對一個學生的要求 好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不這樣要求你 你沒辦法獨立做事 我當時一聽都量了半截了 我還講我媽都死了 房子已經賣了 我現在無處可去 聽都不聽 理都不理 我現在想起來這個人對我真好 也真狠 這是完全在理解上來講 我必須要透一點超越自我的智慧來了解 所以你看我在那個訓練的過程中 所有的基本功就很成熟了 基本功很成熟 我整個大腦中 所以我後來看電影要命效應的時候 發覺原來我們大腦中還有95%沒開發 我那個又多開了23% 我覺得是 就是這個需要一點反省的能力 所以這個大致上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上禮拜講的這個Plotinus 這個新柏拉圖主義 那麼這個我要講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這個奧古斯金的理念 它需要一個哲學系統 這個哲學系統當中 它用的是新柏拉圖主義 最主要就是一個類似於 類似於這個系統觀點 是把原來柏拉圖思想當中的那個理型的部分 把它做為一個公理系統 推展到整個部分 所以在這個部分當中講的話 我就說在原有的系統當中的心靈 被神聖心靈所取代 加深了它這個超越性 因為原來的這個哲學系統當中 就是我們強調我們的這個認知的所在位置 這心靈的部分 那麼加上神聖這兩個字 是我想了很久 就是Holy Mind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人的心靈能力是一種分享 在柏拉圖叫做參與Participation 我們現在就是叫share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share有那種Divinity 神性 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講很簡單一句話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為什麼你有數學能力 就是因為你已經分享了無限的概念 你可以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一個有限的存有者 人都是個有限存有者 會有無限的概念 而且還能夠證明它 還可以談論它 還可以演算它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人本身就是包含了這種無限性 這個就是我講神聖心靈 所以神聖心靈的光進入了靈魂之中 然後這些理智的以及非物質的對象 比如說形式、理念、規則 我剛剛講過這都是真理的形式 在感覺中被照料 那麼這就是奧古斯汀神光理論最原初的一個想法 所以說這個大家可以了解到這個部分 好 那麼它就是套用了新柏拉圖主義的知識結構 然後轉換成為基督教化的哲學 這個轉換中有些非常典型的它自己的思想 比如說將許多聖經的內容 直接引用到這個基督教化的哲學過程 那麼也說明了新柏拉圖主義跟基督教哲學之間 不模而合的特徵 我這個要強調一個哲學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 很多人都忘了 很多人都忘了 這個基督教曾經一度是整個歐洲地區的核心意識形態 你現在看到的伊斯蘭教的伊斯蘭國的瘋狂行為 大概就是1500年前的基督教的行為 大概就是1500年前 可能是有過之而不及 可能是有過之而不及 可是在這麼激烈的一個過程當中 古希臘哲學 蘇格拉里不要講 素而不做 沒東西 著作上來講 亞里斯多德完全被禁掉了 有一部電影叫The Name of the Rose 史蘭卡納來演的 不曉得有幾個人看過 現在應該是免費了 The Name of the Rose 大家去看看 這是講一個十一世紀 亞里斯多德的書被禁的過程中 其中有關於 這個電影 一個西班牙人叫 一個義大利人叫Apple吧 還是Echo Echo 作者是Echo 一個義大利的哲學家寫的劇本 超棒 你一定要去讀 要去看 這個電影講說 為什麼禁亞里斯多德的書呢? 因為亞里斯多德的劇作裡面有喜劇跟悲劇 那喜劇讓人看了會笑 笑的人 會笑的人 就沒有害怕 沒有害怕的人就不懂得尊敬 不懂得尊敬的人 就容易產生叛逆之心 所以把喜劇都禁掉了 聽起來很好笑 對不對? 的確如此 你會發覺台灣跟大陸的差別是 我們在任何場合都會講笑話 我們政論節目也講笑話 財經節目更是笑話 都是笑話 本身國家就是一個笑話 但是大家聽到這個笑話的時候 都覺得很幽默 我在大陸沒有聽到過笑話 所以我曾經一度上突發奇想 我要去教大陸人講笑話 至少要讓他們產生幽默感 所以我怎麼強調亞里斯多德的書 在中世紀被禁掉 這個電影演得非常好看 那個詳細內容太精采 我剛剛在講只是說 整個電影精采是部分的1% 電影非常好看 不能講 因為現在免費看電影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柏拉圖的著作跟思想從來就沒被禁過 你不覺得怪嗎 一樣Pagan 你知道什麼叫Pagan? 異教徒 對不對? 一樣是Pagan 為什麼完全沒有禁呢? 答案就在這裡 答案就在這裡 太像了 太像基督教神學了 不但系統性 然後光的理論 然後太多地方都很類似了 你看那個 你讀了理想國的第四書裡面的洞穴理論 看到光 看到光 看到太陽 很像 太像了 第四書裡面那個洞穴 Cave Story 我教這個我怎麼錯得了呢? 我只看這一書 然後請大家注意 這個相似性經過了新柏拉圖主義的系統化 那麼這個之間產生了不磨合的特徵 這也說明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明了基督教哲學的發展是以柏拉圖的哲學為基礎 那這件事情 我們諸教專家他就是認同 他談到曾善美他就了解 這個是一個哲學史上的公案 什麼叫公案呢? 就是它有問題 但是大家會發覺這個一轉 這個過程它的轉折的過程中 其實它的確是一個誤解的一個結果 對不對? 因為你一個一神教的宗教跟一個無神的信仰之間 怎麼會出現完整的 相當痕跡很吻合的結構 當然就新柏拉圖主義的過程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談到 反對懷疑人的過程中 一直提到普洛塔納斯的觀點就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讓大家了解這個歷史脈絡 我在這邊並不是要教大家答案 我是在教大家要發問 這個發問是為什麼一定要透過系統 尤其是柏拉圖的系統 才能夠回答反懷疑論的論證 答案就是因為在這個整個系統當中 有一個部分是屬於一種無限性發展的可能性 上次我們講到柏拉圖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到那個最小塊的ABC就是ABCD 就是DB這一小塊是使得一切思想成為可能的基礎 真理就在這一塊 這個智慧的運用 就這個意思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我個人很清楚 所以說ABCD很清楚指出 心靈中上帝出現的情形有不同的階層 並且都藉由心靈的參與 導致了出永恆的真理 這個話就是說雖然有不同的感覺 我們現在在各方面的問題有不同感覺 相較於此的話就是說 心靈由上帝出現的情形有不同的階層 對 這些不同階層的可能性 不但說明了上帝在心靈中的層次不同 也解釋為什麼有一些人 原先並不是基督徒 後來會出現皈依基督教的想法 自由的 人要不要信什麼教是自由的 我上次調查結果 全般沒有一個基督徒 所以無所謂 我懷疑 那當然就是你除外 對不起 在另外一堂課調查 另外 就想起來上次調查是只有你舉手 就舉手 你是原來不信後來信的還是說出生就是 家裡就是 那這個家裡就是 這沒有自由選擇的結果 還是有 還是有 繼續堅持 那個家庭傳統很好 我跟你剛好相反 家裡原來是後來我不是 比較少 其實表現得也很差了 好 為什麼會出現 我用的皈依其實不太好 這是用佛學之業 就是說 從這個不信到信的人 這是我一開始跟大家強調過的 就是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對不對? 它不是神學 而完全是哲學 對不對? 事實上的話你相信某一個宗教 它的教義 我倒並沒有意思要替基督教做廣告 但是我必須坦白講 我真正剛剛講那一段的原因 講到柏拉圖再講到基督教的目的 是要講儒家也是這一套 你懂嗎? 儒家也是這一套 這套什麼? 就是有一個天 天裡有一個道理 這個道理必須要悟 這叫悟道 悟這個道理造什麼呢? 你個人的話就是從你的實踐中做反省 叫做無日三省無深 講一樣道理嗎? 反省的時候運用的是什麼? 是自我對話 自我對話需要的是什麼? 用智慧上的開創 就一樣的道理 但是基本上道理是一樣的 這也是為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當你講到這個系統性哲學的時候 講到柏拉圖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理解沒有很大的困難 主要觀念也在這裡 但我沒有 我就要告訴大家這個情況 好 所以說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次性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這個很重要的原因的時候 它需要一個柏拉圖的概念 什麼概念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還不知道他記不記得 我上個禮拜也問過 說數學很強的人 當老師發題目下去 上禮拜好像問到你 問到他 還好 沒來就沒證據 重新講一遍 對不對? 其實大家都一樣 我講了一遍 就好像也是問到你嘛 你在旁邊 然後我要強調重點是 老師發考卷下去 數學題目 就你了 也優等身 全班一開始都不會 好像也問到你了 對不對? 機械系同學也問到你了 全班都不會 然後你突然 會了 好像就是問你 突然會 然後問你說 從不會到會 你腦袋是幹嘛的 對不對? 也問到你了 是不是? 那大家有好多種答案 有人說 就好像眼睛看到了 然後有人講說 好像聽到答案了 答案是這樣 就說B B是B是B 就填B 還有什麼 還有一種神秘的力量 就是這樣子 但是真正的答案 好像還是你說的 說想了一下 想起來了 還是他說的比較複雜 假設把以前知道的跟現在看到的題目結合在一起 突然怎麼樣? 想起來了 是不是? 我們喜歡用想起來的 為什麼呢? 回憶了 想到過去的 這個同學們都有的經驗 我都有啊 回憶就是說 用到過去的經驗 解題的經驗 背的公司的經驗 思考的經驗 一想 靈光乍現 知道答案 對於柏拉圖來講 他針對這件事情 靈光乍現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它叫recollection reminiscence 就是說我們想起來了 那麼這種突然的理解 禪宗教頓悟 突然的理解 這種生命型的理解 不是一題數學而已 但是你對人生的突然理解也是這種經驗 大家都知道 你讀書 如果有標準答案的書 你來跟不來都沒差了 最偉大的是 讀一個書 知道有答案 然後這個答案的過程是要否定所有別人提供的答案 然後你得出你自己確定的答案 這個是最偉大的 就是因為得不到 而有可能得到 所以才想要得到 這跟談戀愛是感覺一樣的 對不對? 這個一樣的感覺 因為有可能得不到 也有可能得到 所以才更想要得到 就這種心情 這種心情 坎特 對不對?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說 這個掌握到真理的方式 必定是來自於這種情況的 所以我們現在強調說 對奧古斯尼德來講 皈依的意思就是 某一些人曾經接觸到被光照到的可能性 然後迎向 迎接這些光 那麼這個東西 心靈一種附帶的方式 迎接上帝存在的地位 這種自由認知的情況下 請注意這個自由認知 奧古斯尼德這種心靈的轉向為回憶 回憶 追憶 回想 回想起來 就是回憶 影響這個 這個是自由認知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裡頭請大家注意這個自由兩個字 非常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這裡的自由是一個必要條件 完全不需要印證的 因為你如果不自由的情況下是沒有這種意境的 這個自由是不需要被驗證的 這一定你個人認知的結果 你平常的認知 別人都這樣做 你不這樣做不行 這個不自由 還有一種情況 我最近在北京跟幾個朋友討論 他們問我一個問題 說大家都在補習 他們原來讀北大讀清華的時候認為補習沒有用 現在都跟著補習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說這個就是害怕別人補習以後得到仙丹 然後你小孩沒補習沒有得到仙丹 那這種害怕構成了你心理上的不自由 他說可是問題是仙丹太多了 從學英文到學畫畫 包含打網球 所以一個禮拜天下來 這個兵部禮兵行功 各方面各式各樣的知識全部來一遍 生活上已經活了好幾輩子了 這個還得了 我說你知道覺得不得了 但是你不得不做 這就不自由 除了不自由以外 其他都是錢花的是真的 就是不自由 所以這個不能夠叫獲得智慧 我後來才知道說 這個競爭心理對人的限制才可怕 他們是自動自願自發的讓自己沒有自由 所以我以前問一個問題 一直找不到答案 現在終於得到答案了 我說人有沒有不要自由的自由 我問大家人有沒有 來 你說說看人有沒有不要自由的自由 你說說看人有沒有不要自由的自由 不是 我們上課不能用吧這個字 你覺得人有沒有不要自由的自由 沒有 這是個預設 沒有 自由是個預設 對 隨便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以前認為答案是結婚 不要自由的自由 後來發覺送小孩去補習班 也是答案 這個不要自由就是你 人很自然會想要自由 但是你把自己推向一個自由選擇的一個不自由的環境 這當然是有 這個是悖論 這句話是悖論 但是它有一個含義說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無奈 但是要突破這種限制很難 非常難 連你們在座的諸位將來生了孩子之後你就知道厲害了 你能夠逃開這種不要自由的自由嗎 很難 非常難 記得我講過這句話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奧古今稱之為回憶上帝 回憶的這個情況 好 這個回憶的概念與追憶 其實我要強調的是追憶是與神光理論緊密結合在一起 我要強調的是追憶 單純的回憶它容易產生席見 所以奧古今的這個追憶Memoria Memoria這個 就像Memoria這個追憶就是說 因為我在這個理解上 大家會覺得說想起來了這件事情 有事實為基礎 經過思考以後想起來的答案應該是什麼 算出來的 這個跟經驗的性質很不一樣 但是這種回憶的話 它的對象已經夠神秘了 然後通常日常的推理經驗各方面結合在一起 讓我對於這個神光的這種追憶想起來 這才是道理的這個理解 又是第三種完全運用智慧發展的過程 還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講起來你們也很難理解 我覺得我講難以理解是 因為我也跟你們一樣都年輕過 我在你們年齡的時候 完全不相信除了歸納跟演繹以外 但還有理解事物的可能性 不相信 完全不相信 認為這是鬼扯 然後認為信教都是有目的的 認為信教是有目的的 從小做主日學 聖誕節快到了 我聽到很多聖歌 勾起我小時候回憶 我認為信教都是有目的 整個觀念上是這樣的認知 然後對於這個殖民不悟的人 認為就是頭腦智商的弱智的反應 就是信教信得很迷的人 就是以前都這樣相信 現在大概改變不多 但是我認為表面上殖民不悟 又能夠說得出信仰的道理的人 像我在天主教大學讀了十幾年書 我遇到這種各地來的大神父 我講他們大神父 並不是他們長的大 或者說是有錢什麼的 我是覺得他們講得出很多的道理 讓我覺得跟他們聊天真的是跟智慧接觸的感覺 所以我有的時候想起來面對生活當中 我就是喜歡追憶當年 跟他們所談的一些內容 我們常常會聊到神學問題 那麼你們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並不影響你們隨著年齡的成長 開始注意到 我們在理解事物中還有第三條路 那麼這個是來自於柏拉圖的知識論原則 在引用柏拉圖知識論的時候 他拒絕原則所包含的神話部分 就是前世的追憶 柏拉圖有一個很有名的對話路叫Meno 下禮拜我們有助教時間 大家可以記住 Meno 我不曉得叫 不知道叫美農還是門農 門農搞不清楚 這個翻譯都很奇怪 但是Meno 對 然後他有一個有名的故事 要證明一個奴隸的小孩10歲 然後在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情況下 會議題數學 而且用的方法是蘇格拉圖在問 這個大家很有名的故事 那他提出的結論是什麼呢 其實這是前世的完美知識 投胎以後有了肉體以後就受到污染 那這個部分大家看另外一個叫Phaedo Phaedo 你去看這個Phaedo篇以後就講得跟佛經一樣 前世到今生 一定要去看這個 為什麼呢?前世就是完美的世界 然後今生化加了肉體以後就出現了認知上的差別 如果你對於這個部分有興趣 老師不才有一本小著作 很便宜 你現在打六、五折 你可以去買來翻一翻 如果說嫌一、兩百塊嫌貴 你就站在成品裡面翻 翻完了這兩部分 我特別提了這部分 就是前世的知識 因為我 一本書賣賺15塊錢 我要賺這個幹嘛 對不對? 我並不是很有興趣 也有興趣 但是沒有很有興趣 還可以 但是重點是要讓你了解就是說 這個是他的Phaedo的想法 異教徒的想法 有前世今生 但對我們來講 很可以理解 上一輩子 下一輩子 下一輩子 我們還要不要再做夫妻 經常喜歡問這種問題 問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問什麼 對不對? 奧古斯蒂的神光理論 經由真實知識不斷地向心靈展開的過程 發現理智世界的光 與柏拉瓦所談到的追憶其實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兩者均由不同的名詞 說明了理性知識並不是經由外在進入心靈 而是從內心向心靈展現它的存在 這邊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過程 這個過程 這個不斷地向心靈展示過程 就是有真實知識向心靈展示過程 就是你遇到真 然後懷疑 然後再遇到真實 然後再懷疑 人生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段一段的 就是 所以我剛剛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聽到有人說這是絕對真理 你很自然的 不是說我在旁邊講說 注意 同學 騙子來了 沒有 不用這樣講 你自動覺得說 當一講到它絕對真實 你就知道假的 除非你要信它的教 那就另外一回事 否則的話你就假的了 但是一問那真理怎麼出現呢 真理是你突然覺得有道理 然後又 我曾經 因為這個課有錄影 但我講一個觀念給你聽 我曾經碰到一個女牧師 非常厲害 還會講 我已經夠會講了 她比我還會講 她講的我都相信她會講 平常都是我會講 後來她就懂 她信基督教 後來她跟我講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心靈接觸的時間了 肉體都已經完全忘掉了 她說突然她講一句話把我點醒了 她說我們現在要用方言溝通 我整個就醒過來了 如果她沒講這句話 我都差點就迷上了 用方言溝通 我當時突然一下子一想 一想什麼方言 嘴巴唸一大堆咒 我想把鬼扯開吃 腦袋馬上清醒了 不是懷疑 是根本的這個不信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太真的 這個信仰像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系統之外就是不信了 為什麼呢? 因為要我接受很難 聖經裡面是有記載的 遇到真理出現的時候就是用 就是此時 也還不講無聲甚有聲 此時方言甚國語 就是這種感覺 我一聽 這什麼玩意兒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對不對?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哲學概念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我們用語言思考 所以語言思考 所以思考才會有用 如果跟狗叫沒一樣的話 同學一聽 老師上課學狗叫學了100分鐘 都不知道幹嘛 那當然覺得 聽院老師課 最多只能變成狗 跟著一些喊 那就沒辦法溝通了 所以這個是哲學跟宗教的一個區別 所以我告訴大家這個觀念就是說 這是一個過程 過程 然後這個異許同工之妙剛剛也講了 就是說講到reminiscence 講到那個懷疑 前世懷疑 對於奧古斯先生講說 我們當時這個光不斷地向我們顯現暗面 它有點像是那種電力不足的光 突然亮 突然不亮 突然亮 突然不亮這種感覺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從內向外而展示 就是你在理解上一定是內的 人家外在告訴你的都沒有用 人家外在告訴你的 人家跟你講說 所以說這種真理的認知一定是由內而外的 一定是由內而外的 所以同學們記住就是說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絕對的自由呢? 因為由內而外的話當然就是絕對的自由 現在跟你講說這就是真理 不用問其他的 這叫教條 教條就是我們應該反對的 但由內而外你自己認知是真實的 別人無法干涉 那這個無適於這種展示所呈現的心靈 或是另外一個世界所在前所做的接觸 因為這種知識來自其不斷地 與心理意識維持接觸的結果 就是像這樣的光 但是不是永遠很亮 就是忽亮忽暗 每一個人的經驗 生活經驗的確如此 生活經驗的確如此 所以我有的時候發覺 像我現在 我不是常常跟大家開玩笑說我得了強抑症嗎? 我沒有得什麼強抑症 我只是我小時候存在的世界跟現在世界差別很大 我針對這裡面的差異 不斷地對自己提出反省 這個差別非常大 我講的內容非常多 但是今天我們講的不是這個課 但是我能夠注意到他們的差別大 就是因為我的記憶力的關係 差別非常大 那到現在 我完全不太能夠理解 以前我們認為沒有人會問到受教育的目的問題 現在變成一個我每一次掛在嘴邊的問題 很多人會覺得 我說如果受教育不是為了工作 不是為了就業 不是為了賺錢 那受教育還有意義嗎? 很多學生答不上來你知道嗎? 我很想問潘文中 知道潘文中誰嗎? 知道潘文中誰? 全班沒人知道 我完了 教育部長 我很想問他這個問題 如果說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就業什麼的 不是為了薪水 受教育要幹嘛? 我很懷疑有幾個人答得出來 你敢不敢答這個問題? 很難 我不想為難你 對不對? 你不講話看起來還蠻聰明的 一答這個問題 困難度太高了 老師我講實在話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幹嘛 真的會出現這種問題 所以說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好老師就能夠問出你不能夠回答的問題 這是好老師 什麼都可以有標準答案 我這裡什麼都有 那是補習班老師 陳欣那種老師 這個 教國文都有標準答案 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自己都沒有答案 我曾經在這個課堂上面對著這個 所以你講過一句心路歷程很深刻的話 我說我不是在教大家什麼內容 我是闡述我自己生命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這種話講出來 後來回去以後我嚇了好幾天 一身冷汗 所以要負責任 真的生命是這樣長過來的嗎? 真的是嚇了一身冷汗 所以說這個戒指 好 那在奧古斯丁的追憶中有兩種意涵 第一種意涵就是指一般的常識概念下的記憶 這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就是心靈這種保持 就是我回憶的力量 另外一種追憶的概念是奧古斯丁更改 不涉及前世的概念 就是因為涉及前世是屬於有一點異教徒思想 奧古斯丁解釋說 根據常識性的追憶 我們可以記得在過往經驗中遭遇的對象 在這層意義中 記憶只設的是過往 即使記憶中的對象依然存在 但是在追憶的範圍中 也包含了我們透過理性所習的知識 就是我講的麥諾篇 麥諾的那個小孩的知識 那種展示的數學知識 並不是從過往經驗中歸結得出來的 也不是從感官經驗中得到的 所以這種數學知識的追憶過程跟經驗無關 也與感官知覺產生著影像無關 這種我們已經有數學的追憶過程 都是用追憶的觀念 所以我們除了理解以外 還有更進一步的追憶的想法 這種想法 一步一步一步來 它的價值在哪裡呢? 它的價值就是說 我們用同樣的過程來不斷地想起來 它的基礎 我說過 從頭人是一個被創造的存有者 到尾我們有感官知覺來體察世界 兩者之間的結合 經驗在追憶中所留下的痕跡稱之為類別 這個很好理解 這個species就是我們看到不同的 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是台大人 我們都是台大人 有上過我課的人 這樣就是很好 這個叫類別species 心靈擁有刻意去記住這些經驗的能力 或用這些經驗來建立想像 這個是我們一般對知識的初步的認知 歸納法的應用 從這個觀點來講 追憶如同是一個經驗的儲藏式 追憶就像是一個經驗的儲藏式 就是東西在這裡頭 你不一定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你慢慢想起來 或者是一個可以消化的經驗知識的味 就慢慢慢慢 像凡楚一樣 可以拿出來思考一下 拿出來思考一下 慢慢 這個比喻很傳神 這個比喻很傳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歷過的事情 在我們身上多多少少留下一些痕跡 要試過多少年以後 你才突然想起來當年那件事情的道理 這種經驗你們現在有 這種經驗你們現在有 就是說經過一段時間突然想起 那個時候 啊哈 這種感覺 有 有 突然發現這個時候 講啊哈的時候 不是啊哈 那個沒有用 什麼 就突然就說自己一個人 啊哈 對 對對對 那種感覺那種 exclamation 就是那種驚嘆 會發覺 真理只是一個隨覆而至的概念 就說原來 原來那個時候 原來是這麼回事 就自己突然 同樣經驗消化後 以後出現了 這種經驗 在你們這個年齡 就有了 就有了 會發覺說 很多人講這個道理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代溝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代溝嗎 因為呢 代溝這個問題是假的 但是你們看到年輕人 像你到了我這個年齡看到 再看到二十幾個小鬼頭 你也有代溝了 為什麼 因為你啊哈了好幾次以後 你發覺啊哈當中還有真假 你在不斷地消化 不斷地反省 像你這個年齡的話 啊哈個兩三次就算是很有才華的 那還 那對人生的理解還早 而且你們現在還有叛逆心的 還有很多青春期拒絕結束的人 對不對 還故意惡搞的人很多 希望大家重新洗牌的人有 亂來的人 因為年輕嘛 年輕的最大的長處就是 年輕人最大的長處就是時間多 存款不多 時間多 我這個年齡的話存款不少 時間少 差別很大 所以這個認知不同 智慧發展的程度也不一樣 這個主要觀念 所以請大家記住 追憶像是一個可以消化經驗知識的位 儲存東西這裡頭在裡頭 所有的經驗都在裡頭 慢慢慢慢的 這個程式中的追憶基本上以過往經驗造成的印象為主 這些印象對於追憶而言都是屬於吃藥的 就是經驗中的印象 因為追憶包含的知識 並不是來自於過往的經驗 過往的經驗 只是一個藥影 就是說這個藥沒有用過往的經驗 作為影子它不會真的有效果 但是真正要靠的是超越這種經驗 這時候得出來的心得 這個認知的內容重要 這個其實 就是我講一句直接的話 我講一句直接的話 我看到同學們很安靜 然後我想引發一些議題 上禮拜我提早幾十分鐘下課 結果沒走成 大家問題一大堆 所以這時候就是 等一下我給大家發文時間 我們不休息了 講完以後大家就開始發問 談一談問題 那我一起穿了假課一下我就走 那我先把一些主要的觀念講出來 你們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時空條件下 你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生活 2017年的12月14日的台灣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空條件 你知不知道 常常聽人家這樣講 常常聽人家這樣講 常常聽我講 好 我先講為什麼特別 我敢講人類文明歷史當中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幾件大事 第一個就是中國的崛起 這個量體 一個這個 你讀儒家文化當中 你用窮人的角度來了解儒家 非常好理解 延迴一淡食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 回不改其樂 這就是窮人的文化 就叫你認命 這個延迴我不知道幹了什麼事 孔子誇獎得不得了 就是因為他住在棚區裡頭不覺得苦 不洗澡不覺得髒 大概就是這樣的人 大概就是這樣的人 德性上來講就好要了不起 我不講 但是這個窮文化出現的負環境 這是他自己2000年文化沒發生過的事情 我覺得大陸整個心靈上來講 產生了需要的替代品 思想上的中空 從來沒有這麼嚴重過 你說大陸來的吧 對不對 我沒有講錯吧 你看他蒙點頭像搗蒜一般 此為其一 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 然後其二 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國家 犧牲了99%的土地後 居然沒有滅亡的 這是哪裡 這是哪裡 自由法國 自由法國 法國哪有出現 自由法國 自由法國是犧牲了100%的土地 跑到倫敦去了 就是中華民國 人類歷史你打開也沒這本書的 也沒這樣子寫的 我對著英文講 中華民國太特別了 我父母來的時候沒有人相信他能夠活超過三年的 太特別了 現在大家不但活得很安穩還活得不耐煩 快點來個痛快的吧 這很特別 不是你光笑沒有用 你聽得懂 這是人類歷史上非常特別的事情 這個第二點沒有吧 然後這個第三點 這個人類歷史上發展從來沒有出現過現在的科學時代 現在的科學時代有一個很不均衡的一個現象 是我們一直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科學時代 大家只講到它的工業化的那個內容 從來沒有講到它政治化的內容 從來沒有講為什麼政治化內容紀錄不良 帝國主義 拿著機器輪船大炮什麼的 對不對 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現象就是 有一個特別的文化地區 就是東亞文化價值 你去看看李光耀寫的書 東亞文化價值突然在政治制度完全沒有答案以前 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 遠遠超過世界很多的國家 我在電視上講到WTO的時候 川普為什麼從十多年來反對WTO的主要原因 就三個字 輸不起 美國人發覺搞國際貿易跟東亞地區的人搞不是對手 歐洲也只有德國還行一點 其他也都不行 如果這種WTO搞一百年的話 美國人跟歐洲人都不用做事了 他們就像是我們養的一種 差點腳成趨了 就是活在那裡就對了 這個文化出現的改變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這三點夠特別了吧 特別不特別 所以你聽他講那種話鬼扯 光耀你現在很特別 講出理由 窮文化變富文化了怎麼辦? 心靈上的真空 對不對? 該滅亡的國家不滅亡了什麼呢? 也出現了心靈上的真空 對不對? 還有整個東亞文化的價值 幾天後我要到日本去 我要發稿這篇文章 東亞文化的價值本身來講 別的都不行 但是在賺錢儲蓄受教育家庭觀念上來講 強得不得了 沒有人是對手 沒有地區的文化 我跟你講用文化來決定一個區域人的生活方式 是不合邏輯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那個年代或你們這些學個太太 然後生在美國後變成美國人 像林書豪他想法好 或者說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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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什麼 桃子王力皇他們是美國人 他們想法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來學假裝是我們這個文化的人 其實是假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你在哪裡長大就拿著人 可是我們這個文化地區的價值 所顯現出來的具體成果 確實是unprecedented 是不是? 所以這三點就很特別了 夠特別了吧? 其實我告訴你 如果你想一想這問題 你應該可以舉出很多種 我想三點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活在一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我開口閉口是人類歷史 一舉就是2500年 你們現在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幸運 對不對? 你信趙賢孫里 陳林 張蔡的 完全都不了解 你現在能夠有感官知覺 所處的這個時代 多麼重要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智慧了 你需要智慧了 你活在這麼一個特別的時代當中 你眼睛還是活在大明王朝 大清王朝下 你完蛋了 我跟你講 視野要擴大 要有思考的能力 這個時代多特別啊 這個時代太特別了 我很高興 在我合上眼之前能夠看到這個開端 然後把這個事說出來 而且你看還記錄下來永恆千古 將來三百年後 我的子孫看 有一個老爺爺 那時候看起來很年輕 這個振振有聲的說出 他當時所處那個時代的感覺 你看多偉大 太偉大了 現在第一點 大陸在認知時間不會超過15年 第二點我們經過我們的努力 50年後 大概也是15年後才開始注意到 我們好像不會有滅亡的問題 現在又有了 第三點 這個整個趨勢太明顯了 所有非歐洲人 只有我們這個地區的人翻過來了 其他沒有翻過來的 這不特別嗎? 理由 這不值得你用智慧來檢討嗎? 這不值得嗎? 這不值得你應該一個好好的讀書的研究的一個時代嗎? 你以為你只是純粹幸運而已嗎? 你要翻一點陰陽五星的書的話 你能夠活在今天就很特別 很特別的時代 而且在這個這麼特別的時代當中你還活著 那更難得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給大家做點鼓勵 就說我要給大家做一個感覺什麼呢? 你們要有問題意識 因為我們需要智慧 對不對? 我這個講這三點你沒聽過吧? 還是說大家也都這樣講 這不是我在瞎掰 當然我也是臨時掰的 但是確實也是說明了它的重點 平常就在想這個問題才掰得出來 對不對? 好 即使數字可能因為身體感官而計算事物的過程中形成 因為我們知道五 打開手指頭就是五 對不對? 但是我們所計算的對象本質上跟數字意義還是不同 而且我們所談的數字跟計算事物的印象也不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要的是推理 而不是計算的對象 所以我們談到數字的數字本身 因此雖然心靈可以用數字來解釋經驗世界 但數字本身則列入追憶內容 這什麼意思呢? 同學你們要知道要理解什麼是數字很難 以前我翻譯如說的時候他講過 動物跟人最大的差別是動物沒有抽象能力 如果說他們遇到這種 說如果有些人他們看到非洲人 搞不清楚他們是人還是星星的時候 他寫過一句話非常了不起 就是如果你能夠跟他溝通 告訴他你左手的手掌上有五根手指頭的時候 他會很驚訝的在沒有人的情況下伸出手一看 嚇一跳 真的是五 你知道這個數字這個五的力量 是數字本身跟你應用上來講 就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可以放在你的手上的這種感覺 對於完全沒有文明的人而言的那個震撼 就是數字的本身就是一個我們要講的追憶內容是追憶的內容 Memoria 所以經過一段時間發展 奧克森家所有心靈能夠知道的或者想得到的 通通納入追憶的當中 因為如此所以他解釋為何心靈可以記住上帝永恆真理 或是心靈本身 從來就不是透過以往遇到事物累積出來的 超越了過往經驗的範圍 一個就是要講的知晉 智慧的主體 超越了範圍 所以追憶就會有一個獨立的心靈來作為認知 追憶作為靈魂的力量 所以心靈呈現一種二元理論 一方面 心靈也可以掌握到所有掌握的知識 另外一方面是不能夠 這就我說的 又可以掌握到 有這個可能 有這個不可能 所以說就請大家注意 出現了一個潛在跟實現之間的差距 potential and realize potentiality and realization 就是請大家特別注意這個概念 我也希望說 我們下禮拜託助教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你有這個潛能 但是又沒有辦法完全實現 那麼我們這個時候要怎麼樣實現它呢? 奧古斯音的觀念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 就是說我們有義務實現 而解決的方式在心靈中的創造符號的運動 這個其實講起來就是說出來概念 Verbal Verbal就是Verbal 講話 所以透過意義的表達 思想能夠自我形塑的同時 而心靈能夠了解自身 就是不斷 所以我們就是不斷說這個話 也這種情況下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你除了你講出來以外 你沒有辦法來塑造你自己對自己的理解 所以說我剛剛一直在強調自我對話 寫懺悔錄 但是宗教當中 除了歸以外還有一個天主教 告解啊 你們有沒有見過告解師啊? 沒見過 你知不知道告解在幹嘛? 你是信天主教還是宗教? 家裡是天主教 沒錯 原住民的吧 原來是原住民的那種 不是啦 開玩笑 天主教的 天主教他就懂什麼叫告解 所以我一講到告解他馬上 告解一種叫Speaking Cure 你對於心理上的感覺 告解最主要是有科學根據的 後來那個Florida的Psycho-Analysis 就是用這種概念 你任何事情 大家都會覺得說 喝完說借酒消愁 愁更愁 大家在旁邊一看的話就說出來 說出來 其實我愛的是你 算了 別說了 就感覺上 對不對 說出來為什麼效果呢? 告解什麼呢? 把你心裡所有感覺的東西 Verbalize 把它說出來 然後在這樣的過程中 一種心靈創造自我知識過程 那麼去進入追憶中很隱晦的深處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為什麼說出來 在追憶中的部分 外顯到心靈中有意識的部分 成為能夠被掌握到的真理 那我們現在上課主要達到的就這一句話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上課要花費這麼大的功夫 講這個讓大家了解呢? 就是說你要反懷輿論的關鍵點 就是你要把心靈中有意識的部分中 讓你能夠接受體會到 我覺得例證 講例子 告訴大家所處的時代不同 每一個人的天生的異名不一樣什麼的 所以我們對於神光理論必須問 在借用柏拉圖的概念的時候 那麼奧斯利亞怎麼樣解釋小孩的知識呢? 那麼怎麼樣在情況下 是小孩可以看到數學的知識 看到這個光呢? 那麼這個絕對不是前世留下的 而是心靈不斷追求發現的結果 心靈可以不斷地追求發現的結果 那麼其實我這個部分也都強調過 就是這是一個持續實現隱晦知識的過程 而最終實現在一直不斷向我們心靈照射的神光之中 我們的心靈也是透過這個過程 而得與理智世界的接觸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受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不斷地自我成長在學習過程中 以後再遇到這種問題不要說是感覺上 為什麼? 因為沒有教育哲學理念的人 會把教育解釋成為一種實用的過程 充實你自己能夠在社會上發展 他強調的是一種生活上的能力 而受教育的實際的本質是一個發展生命的深度 就是受過教育的人 如果一個人 我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說是他是 我這個是刻板印象 不一定真實 我絕無意冒犯 但是如果有個學生上課來 他穿著英國式的西裝 或是女生穿著銀色的高跟鞋來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跟他講說 你今天怎麼穿這麼漂亮 他說因為我是管院的 那個同學你聽了笑得好可愛 你為什麼會笑? 你就是管院的對不對? 他說因為我是管院的 所以我故意穿著漢衫跟拖鞋來的 沒有沒有沒有 為什麼你會覺得好笑? 你還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為什麼大家都在笑 只有你一個人不笑對不對? 你看 你有笑對不對? 你後面那個 有那個巴勒斯坦維京維的那個 對不對 數學系 數學系大部分的女生都 數學系有女生嗎? 對 高跟鞋穿著人家誰變 不是啦 就是那管院所以穿著高跟鞋來上課 你的理解是這樣子 那你這個是數學推理的 你這是反面就是從拖鞋變高跟鞋 那不行啊 你有沒有笑?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大家對於管院的刻板印象 長這樣子 能不能表現出來 那你笑的原因是因為我講了實話囉 我講實話有什麼好笑的 我上課我當然講實話了 你剛剛有沒有笑? 那你為什麼會笑? 因為我想到你之前講過一個例子 就是銀行行員都會穿得很正式 因為錢就是非常虛幻的東西 你必須要靠這壞這個包裝 對啊 但是我講的是學校的教育 那到了銀行工作 當然要懂得怎麼穿 對不對 你真好 我講什麼例子你還記得 太偉大以後不能亂講話了 整個上課效果會失去50% 為什麼覺得好笑? 我坦白跟你講 大家就會發覺steerotypical image 如果是真的 那非常好笑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的存在的價值是虛幻的 然後會因為這個緣故而影響你的生活 比如說政治系的人特別會講話 然後社會系的人特別有愛心 經濟系的人的話特別計算 這些都是刻板印象 但是一旦把它當成真實來對待 你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 在你的智慧中告訴你 人怎麼可以被一個外在的印象來限制呢? 就這道理 是不是這道理? 是不是這道理? 你說你就是管院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人怎麼可以被外在的印象限制呢? 他應該大聲起來講 我就是管院的 我就穿拖鞋怎麼樣 對不對? 不是啦 我就講 說你那個鞋子 我看到價值跟拖鞋也是接近的 是這樣子講 意思就是說我不在乎這種外在的價值 好 所以說我們的心靈透過這個過程 而得於跟理智世界接觸 這道理 神光在心靈中的照耀 導致心靈能夠參與神的語言 正如同神對我們的心靈直接敘述一樣 就大家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你自己在告解的時候 這種情況也是發生在這樣子的情況 剛剛提到說是 我們思考是用語言 就是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想要清晰的載體一定是語言 為什麼一定是語言呢? 因為語言有可能被clarify 進一步釐清 所以你會固定 比如說大家喜歡講一個好笑說 這裡我可不可以幫你做一個收拾碗筷的動作 大家都在笑這個表達對不對? 但是他接下來是為了讓他清晰 所以他腦袋在想說我可不可以做這個動作 接下來說 這個動作的話 不要影響到客人用餐的心情 所以他可以簡化這裡面 所以你在思考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講話不對 說我可以幫你收拾碗筷 如果你用這種想法的話 你能很平鋪直續地表達出你的認知 但是你如果用這種包含 很多人覺得說就思考來講是不可能加上這個動作 但是實際上就語言表達上 你需要用動作來講 就可以簡化你在思考的過程 所以我們基本上說出來的話 是說出我們思考的方式 就這個道理 就這個方式 否則的話你比如說你空想 腦袋愣在這邊 你只看到日光燈了 然後就沒有意義 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有時候 語言的價值就在這裡 就是按理在心口難開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按理在心口難開就是什麼 按理在心口難開的話 不是說就因此而不說 一直不斷地講 總有一天講對了 對不對 如果你不說的話 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誰知道你在幹嘛呢 我在佛教大學教過一年說 他們說打殘疾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打課稅 因為累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就是奧古斯丁的觀念 為什麼告解本身 透過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狀態 的基礎就是透過語言作為我們思想上的載體 而這是唯一的 可以被進一步澄清的機會 我們澄清語言的過程 就Clarify 所以有一個載體 因為智慧在哪不知道 唯一的做法是把心理的感覺說出來 那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寫懺悔錄 或是寫這個meditation 城市錄都是這個目的 把我自己內心的感覺說出來 這種獨白式的寫作方式 是哲學中最重要的方式 來 還有沒有同學有其他問題 來 好 來 老師 您剛才說人人都有理性 可是這件事情要怎麼證明呢 尤其是我們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惡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人只是世界上的布偶呢 布什麼 布偶 世界上的puppet 世界上的puppet 你問的問題很有深度 我稍微解釋一下這個背景 他問的問題是說 我假設人人都有理性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人 我甚至沒辦法證明我自己的理性就是理性 那我不要說別人 那他反過來講 他已經先幫我講一個問題 那我會回答說 因為人有一種自我保存的力量 就是人沒有說是自己一直頭撞牆撞到死為止 沒有這種動物 沒有這種物種 在動物身上也沒有 人更不會有 所以人會自我保存 那自我保存就是一個善 就是一個good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的話 人會為了自我保存 所展現出來的一切的思維方式 這個叫理性 那他就講了 他就講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惡從哪來的 他問的是這個問題 所有的哲學史當中 唯一正式面對這個問題就是奧古斯丁 他解釋惡哪來的 你真是問對人了 因為我三天前在北大就發表了這篇文章 我告訴你 這件事情 非常重要 因為在邏輯上 在形上學的架構上都很重要 因為大家會問說 老師 你講得太樂觀了 你講得太善良了 你講的就是一廂情願的 但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一個悲觀的世界 我們碰到的都是壞人 我們遇到的很多情況不是我一廂情願 就是說實際上我們面對的挑戰來自於生活中的各種面向 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解釋惡從哪來的 好 那我告訴大家 奧古斯丁的話他首先強調 惡從哪來的呢 惡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 人是自由的 人是自由的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人是自由的可以故意惡 這件事情 我一點的好處都沒有 可以 但是可以讓你很痛苦 我非常enjoy做這件事 這是惡 他就舉了很明顯的一個感覺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人在追求善的過程當中 會出現一種 對自己的肯定 而這種對自己的肯定的同時 可能構成了對別人的否定 大部分都是對別人構成否定 他用一個 我這個詞我只會放為拉姆婆婆 奧古斯丁的傳統是講這個 就是說惡的來源是人的自由 還有人在運用自己自由能力的時候 產生的一種自我完美的結果 因為從自保 自我保存到自我肯定的過程中 會構成對別人的否定 而這是惡的來源 人對惡的來源的話就會發覺 因為惡的來源的話 主要產生的目的是人如果活在一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西方哲學的一個 政治哲學的一個傳統 你去讀霍布斯的書或讀盧梭的書 他們就會講到說人的原始自然狀態 到底應該快樂的還是痛苦的 但是霍布斯有個觀點大家都認同 就是說如果人跟人之間彼此否定的結果 人是沒有辦法維持自我保存的 這個最根本原則的 所以但是霍布斯寫的利維坦裡面 All against all 你知道state of war 就是state of nature 所以基於這個緣故 所以奧克斯丁老早就講過說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要把人人都有理性追求 趨利避害的這件事情 當成一個必要的假設 否則的話就違背了 人類存在的最根本自我保存的理由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因為從這個角度來講 回答了 人是自由的同時 人因為肯定自我的過程 構成別人的傷害 但是人不可能永遠處於一種相互傷害的狀態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傷害別人的時候 別人會傷害你 所以這個世界就不會存在 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智慧的運用就是要超越自我肯定的同時 要能夠跟人的基本的立場要能夠結合在一起 這也是我說的 從起初到最後是連成一系的重要理由 那這個問題問得很深 但是也很有意義 跟我們課程所講的東西 我是繞了個大圈子 把我們課程主要內容講回來 好不好 那同學們如果沒有什麼公開的問題 我們今天上課就到此結束